大家好我是Paul 介紹學校不會教你的糟糕英文 把眼角往上推 不小心隱形眼鏡會掉出來 不是啦喂 這個動作或者說這個動作所造成的畫面 一直以來都是西方人嘲笑亞洲人鳳眼的手段 但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竟然微微風潮 還是用學英文的角度來看看能學到點什麼 這股風潮的主題標籤叫做 Fox Eye Challenge 狐狸眼挑戰 Challenge就是挑戰 就是我們常在網路上看到時不時出現的各種挑戰 大家耳熟能詳的包括 Ice Bucket Challenge 冰桶挑戰 募款幫助腱凍症患者的 Harlem Shake 還記得嗎 Mannequin Challenge 假人挑戰 乃至最近的把洗髮精瓶子用GG撐住的挑戰 那這個狐狸眼挑戰啊 根本也不是什麼有困難度的挑戰 你只要用手指把眼角往上推 拍張照 也就達成了 偏偏這個動作 一直都是用來嘲笑亞洲人的鳳眼 好或許我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其實是 這個狗屁挑戰到底源自哪裡 它其實源自一個特別的妝 由名模Bella Hadid 演員Megan Fox 乃至年輕一點的名模Kendall Jenner 所帶起的一種妝 這個妝就叫狐狸眼 Fox Eye 這個妝的重點在造成眼角上提的效果 形成一個杏仁的形狀 A makeup look with almond shaped eyes Lifted at the outer corners 眼角還要有那個悶燒啊 smoldering的效果 網路上當然就有很多人模仿這個妝 教學影片也一堆 我認為比較有趣的是 這個妝啊 是眼角跟眉毛必須一起搭配 我們走一下文字 看看社交媒體上的使用者 怎麼樣呈現眉毛的部分 第一次 使用者拿著掌握在手掌握上眼角 然後把手掌握到尾巴 然後 看著他們的眼角 就開始用一個平衡的眼角 從手掌握到尾巴 來打造成尾巴 我會了,耶 我也要試試看 首先用剃刀啊 將眉毛從弧心中斷 一路剃光到底 給觀眾看完自己剩下的半截眉毛後 用眉筆接著畫 從弧心往上 往太陽穴的方向直化到底 其實還有一些比較不極端的方式 不用真的把眉毛剃掉 例如用遮瑕膏之類的把眉毛後半段蓋起來 但我們就不介紹了 總之這個整體的效果就是 臉變窄,眼睛變斜也變長 啊幹娘這不就亞洲人眼睛嗎 不過我們也必須說啦 妝本身無罪 所以發明這些妝的人沒問題 我們剛剛也把妝的部分講完了 接下來的發展 就是有人也乾脆不去化這個妝 他們就直接用手指拉出這個效果 或許也不見得有嘲笑亞洲人的意圖啦 但媒體上的解讀是 這種行為叫 大概意思就是 把人家的東西拿來用沒有經過許可 也有的範圍據為己有 在文化上這種例子也沒少過 林書豪當年綁了黑人辮子頭 就被退役的黑人球員拿出來碎嘴過 說他在進行文化上的appropriation cultural appropriation 好笑的是 那個碎嘴的前NBA球星 手臂上也有中文字的刺青 打自己臉打成這樣也是蠻好笑的 我們回到狐狸眼 網路上兩派看法 一派認為 這種故意把眼睛往上拉的行為 不但是這種cultural appropriation 也是對種族歧視的無知 Many people see it as an act of cultural appropriation that signifies the ignorance of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另一派則是認為 咦?亞洲陸的時代終於來臨了嗎? 現代人 尤其年輕的一代 也覺得很多事可以當作笑話就算了 而且潮流來來去去 trends and fads come and go 在意的人就輸了 我的想法是 cultural appropriation這件事情 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也根本沒有人應該要去得到任何的許可 才能去呈現別人的文化 因為如果文化這件事情 就只有該文化的人才有資格呈現的話 那就只有黑人有資格唱饒舌歌 留辯子頭 蛋堡頑童大隻熱狗之類的藝人 通通在偷東西 同理 全世界有中文刺青的任何外國人 也通通在偷東西 所以我認為Fox Eye Challenge的問題 不在於cultural appropriation 因為cultural appropriation沒問題 而是在於他對種族議題的不夠敏感 insensitivity 我用的不是無知 ignorance這個字 因為我認為沒有任何人會對這個動作底下 表達的意義完全無知 做的人知道 或許沒有惡意 或許只覺得好玩 但總之這個動作呈現的就是 沒有去體貼考量別人的感受 你認為呢? 或許可以在下面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我是Paul 點讚訂閱分享 until next time bye bye